大家好,我是YouTube频道热门娱乐新闻163的主持人 很高兴再次见到您 订阅频道,这样您就不会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 这是今天的新闻 导演视频分享 王一博短袖短裤出现 如此清爽有点惊喜 王一博自从进组后 基本上算是销声匿迹了 除了必要的视频跟一些宣传物料 新鲜的路透可谓是一点都没有 真可谓是神隐了 结果呢,待拍心中最苦闷 天天等来的就是一辆黑不溜秋的车而已 什么都没有拍到 网友呢,普遍在满网寻人的节奏 这个剧组如此隐蔽呀 居然连个人都不让看了 全凭周边人文字传递消息 可靠性基本为零 结果呢,没想到的是 这都快四个月没有见到王一博的人影 就这么猝不及防地出现在了导演的视频中 估计人家是为了分享自己的孩子 没曾想,顺道呢 把王一博也拍了进去 视频中的主角显然是一位准备表演翻白眼的小朋友 结果坐在沙发上玩手机的人 却是我们思念已久的王一博 短发,短袖,短裤,短裤 黑不溜秋 小妖忘记名字了 超级频繁的出镜率 如此清爽的王一博 真的有点生活化 全程素颜,但是一眼望去 还是如此单薄 没有网上说的那般壮硕呀 这是瘦了的节奏吗? 总之呢 很少见到的一个画面 看起来王一博整个人 生活化很浓厚 也没有一点点偶像包袱 反而朴实无华 很接地气的一个男生 坐在沙发上 很认真地看着手机 貌似知道会暴露在镜头前 明显收起来了手机 短短的十几秒的镜头中 王一博看起来还是一如往常 可能是太久没有见了 着实有点陌生又熟悉的感觉 再加上这身装扮 很少见到 会有些惊喜感 好多人说 王一博这戏胳膊细腿的 真是轻瘦了很多 看看这脚 感觉有胆大了呢 怎么说呢 拍摄的题材是航空飞行员 自然会消耗人太多体能的 怎么可能会胖了呢 这是拍戏 不是去享受的 所以真心觉得 大家老是盯着人家身材 平头论足 也不知道为什么 好了 这部电影很快也会进入尾声 相信很快 我们就能看到 出关的王一博了 这次不用大呼小叫地寻人了 曾经经常性出现在我们视野中 现在却连见一面的机会都没有了 未来在公开场合见面的机会 也请珍惜吧 从这次王一博的神隐 可以看得出来 他是真的不喜欢暴露 更享受自己的个人世界 我们支持的方式 可能是电视前 电影院中了 好吧 真希望王一博的综艺 可以多参加一下 各种活动也没事出来溜带一圈 也让想念 想要见到真人的小伙伴们 看看王一博真人 到底有多好看